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10月10号 是男团Pentagon出道7周年的日子 但是就在前一天 Cube娱乐官方公布了Pentagon成员 有问Kino Yutu Yenang Uso 合约结束的消息 因为就在7周年的前一天 传出了完全体续约失败的消息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感到非常遗憾 也因为是超过一半的成员们都离开了 所以就有很多人猜测 Pentagon是不是解散了 很多媒体也是报道了团体解散这样的内容 但是在成员们看到这种团体解散报道之后 纷纷在IG发文 解散是什么?吃的吗? Pentagon从未离开过 我们将永远是Pentagon成员与Universe一起前进 强烈否认了团体解散的传闻 实际上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团体 透过协调成员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公司 但也是进行团体活动 因此网友们对Pentagon的完全体活动 也抱着非常大的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即使去了别的公司 只要吸引相投 他们还是可以再次聚在一起的 所以与其在原经纪公司被冷藏 还不如出去主动的再次团聚会更好吧 今天传出这个消息后 成员们之间在IG留言互动 在粉丝论团表示 跟成员们一起吃饭了 昨天踢足球了 谁是前锋什么的 成员们之间没有问题 关系非常好 看来因为是成员们胜余的合约期限不同 所以一到期的成员们离开了 这公司在所有成员都在的时候 也放置了他们 不太期待这个公司会进行完全体活动 成员们的才华和热情都太可惜了 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与他们的热情相符的公司 得到支持和关注 希望很快就能听到Pentagon完全体回归的消息 下个消息是 根据预测数据 MMA2023年末颁奖典礼的新人奖 将会由50-50拿下 MMA新人奖是依据成员办法 而2021年为止 MMA的新人奖都是给了一组男团一组女团 只有2022年是给了两组女团 所以韩国网友们好奇 今天的MMA会是给50-50和铁罗贝斯文 还是跟之前因为争议没有给X文一样 排除50-50 不知道这是不是包括海外成绩 但因缘成绩真的是无法超越 MMA不是参加才会受奖 会按照成绩办法 没有什么理由不给50-50 他们只是因为与公司的纠纷 舆论变得不好 团体本身没什么问题 X文的话是团体本身有了争议 男女50-50和铁罗贝斯文各自获奖 然后全代表上台受奖就好了 越想越觉得50-50这个组合 实在是太可惜了 接下来带来了让人很有感触的一个短片 接下来带来了 接下来带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大家为了以后不后悔请珍惜现在这个时间 为了自己追求的梦想全力以赴 过上幸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